今天水点不一样新闻焦点 先来看日本八大行业盛行 牛郎店聚集的东京歌舞祭丁 传出有牛郎以恋爱手法 将女顾客片的晕头转向 欠下巨额债务 最后还逼迫卖身还债 HBO影集东京之二 Tokyo Vice 改编自投名的回忆录 以一名美国记者的视角 掀开日本黑道控制的 社会阴暗面 影集找来渡边迁 山下至酒等知名隐心驻镇 成功创造话题 当然少不了总是跟黑道犯罪 沾上边的日本夜生活场景 这不能怪西方刻板印象 是因为现实中日本的八大行业 只醉精迷之下 确实藏污纳购并不少 CN驻日本记者走访东京新宿的歌舞祭丁 在众多公关酒店中最主流的就是牛郎店 牛郎们各个光鲜亮丽 以口舌如簧 鳄鱼产媚的功力 让孤单寂寞的女顾客 心甘情愿掏出大把钞票 换取牛郎的陪伴跟关注 欢场无真爱 只有剥皮骗爱 CN找到的这名女子 她怕家人知道她欠债 不敢以正面世人 去年初她爱上了一名牛郎 从此坠入悲惨深渊 牛郎哄骗女子不断消费 高单价的酒水 账单动辄数千美元 女子没有钱只能赦账 最后背上巨额债务 他问我 你怎么会赔我回赔 然后我说我没有知道 无奈这时他已经身不由己 狠心的牛郎 把他卖给蔓银集团 他辗转到香港澳门接客 赚来的皮肉钱 全都进了蔓银集团口袋中 像他这样卖身缓债的案例 在日本实有所闻 还有人只激欠一千万日元 折合台币两百万元 就此沦落封城 专门救援这类受害者的团体就说 过去一年来上门寻求帮助的受害人数 暴增了五倍 也有从业十年的牛郎同业看不下去 爆料说诈骗业者实随之位 早已发展出固定的养套杀SOP剧本 日本政府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想要靠立法来打击牛郎店的消费陷阱 其实日本去年才抽查全国729间公关店 就发现有203件违规遭到勒令停业 还有负责人遭到起诉 另外也祭出新的规则 今年初开始逐步限制公关店的奢账额度 4月起全面禁止赦账 只能够结账父亲 不过证明牛郎也坦言 半强迫消费在业界已经是常态 还有人指出 就算是禁止赦账不让受害人越欠越多 但是蔓银集团还是能够出面带店欠款 一样让被害人下海还债 根本就难以杜绝 只是在男尊女卑根山蒂固的日本社会 女性受害者很难替自己发声 一步错恐怕就永远无法重新立足 再来看阿根廷的通膨问题严重 现在连带影响到我邦交国巴拉圭 巴拉圭一个边境小镇专门 贩售来自阿根廷的廉价商品 但阿根廷物价狂飙 这座小镇的生意大受打击 街道旁商家大门绳索 巴拉圭边境小镇也感受阿根廷的通膨危机 在这个名叫娜娜瓦的小镇 因为紧邻阿根廷过往以贩卖 廉价阿根廷商品闻名 不过现在却像死沉一般冷冷清清 因为自从阿根廷总统米勒伊去年12月上任以后 阿根廷的通膨年增率节节攀升 来到百分之两百八十九 巴拉圭边境小镇生意连带受到冲击 销量大幅下滑百分之六十到八十 因为对巴拉圭民众来说 购买阿根廷的商品越来越不划算 举例来说 在阿根廷购买一条九十克的牙膏 得花上四千九百七十六匹 所折合超过五美元 售价其实比巴拉圭零售市场 卖的还要贵两倍 巴拉圭民众买东西精打细算 也因为当地四分之一的人口活在贫穷县之下 许多土地甚至受到犯罪组织掌控 秘密栽种大麻 越来越多农民为了生计 甘愿冒险种植 除了大麻问题 地处波利维亚巴西和阿根廷交界的巴拉圭 也因为缺乏现代化边境监管设备 许多中南美洲毒销 干脆把这里当成毒品转运站 巴拉圭犯罪率居高不下说穿了 也与毒销猖獗有关 2022年一名巴拉圭 企毒检察官就在哥伦比亚遭人 行刑事枪杀 巴拉圭甚至有前总统遭止与毒销 过从甚密 累积大量资金 受访的人权组织成员 其实也是受害者 1991年他担任记者的爸爸 原本正在调查相关内幕 却在同年的巴拉圭记者节当天 遭到毒销雇佣的杀手 在坐车旁连开21枪 残忍杀害 相关的毒品问题至今难以根除 5月初巴拉圭海关又查获1.6公顿的骨壳剪 隐藏在面粉和玉米粉当中 这些毒品原本计划运往欧洲的荷兰 总价值高达5000万欧元 从贫穷到大麻灾重 以及范围更广的毒品走私犯罪 巴拉圭挑战重重 现在也只能加强与邻国合作弃毒 避免毒销的势力 继续在这里深耕发展 无限扩大 点新闻 综合的 再来看乌克兰 今晚乌克兰还处于战争状态 不过房市依旧畅旺 因为战场大多集中在乌东地区 现在买房比较热的区域 集中在首都基辅 跟乌克兰西部地区 而根据最新统计 去年房地产的成交量 比开战初期还足足增加了其成 在乌克兰卢干斯科边境 乌军巨大炮管缓缓升起 代表又有俄军要倒大煤 我们预计他们到处 我们将他们到处 我们将他们到处 远在指挥所的弟兄们 兴奋对荧幕直指点点 看俄军直升机 屁股着火 越飞越低 就算有俄军 侥幸逃过一劫 到了夜晚 也难逃乌军埋的地雷 和吸血鬼无人机追杀 过去一周 驻卢干斯科乌军颇有战果 让至少50名俄军当场阵亡 怕就怕再被击弱的 俄军武器残骸部长业 调到人口密集的地区 又造成无辜平民死伤 随着前线居民逃亡 越多人来到曾遭 俄军蹂躏的吉辅郊区 伊尔平和布查定居 这里有不少新建案 就快完工 也炒热一波仿事 官方统计过去一年 有超过40万笔 房产和土地买卖成交 必开战第一年多七成 开发商表示 新建案数量正回复到 占前一半水准 而且会比原本设计的更安全 新建案为符合政府规定 盖的防空洞 推翻往常给人的应案印象 号称还能有良好网络能工作 以及舒适孩童房 房产经纪人则补充 西方大力晶圆 战后重建 也是刺激买气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九成屋主反倒不为房屋投保 基辅经济学院报告指出 因为现在民众普遍认为 乌克兰战后损失 都该由俄罗斯赔偿 但房子毁了能再盖 遭空袭死去的人却回不来 相对安全的地区 何时又会遭俄军反扑猛烈轰炸 谁也说不准 就像俄军为了在前线建立缓冲区 又开始猛轰哈尔科夫 一家饼干工厂被移为平地 还有一人死亡 CNN记者则来到顿内刺客 名为波克罗夫斯克的小镇直击前线 几小时前两枚飞弹 击中当地一栋住宅 里头一家四口 只剩十岁儿子幸存 在巡视前线路上 记者团还能收听俄罗斯官媒大外宣 因为这里离俄罗斯近到 能接收广播讯号 为了消除俄罗斯 给乌克兰前线和民众 带来的心理恐惧 总统泽伦斯基继续马不停蹄 到处请求军援 尤其是爱国者飞弹系统 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承诺 今年再提供乌克兰超过 十亿美元军援 包含各种陆海空现代武器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也响应泽伦斯基的呼吁 敦促西方盟国 考虑让乌军拿军援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 用各种方式逼俄罗斯和平谈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共军针对了我国东影 跟乌丘等外岛多次扩大越界执法 让人更加担心 恐怕会变成常态危险 我正跟随东部战区海军 一阳舰编队 在台岛北部附近海域 执行战备警巡任务 赖青的政府上任第三天 中国大陆解放军 再度发动针对性演习 联合力舰合为台湾本岛 而战备警巡则是用武力替执法撑腰 中国海警14509 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3586庭广播 你已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条例 进入我方限制水域 同一天马祖东影的进限制水域 我国海巡艇跟大陆海警 也一度对峙 一如中共官媒公告内容 福建海警组织了海上编队 两地开展综合执法演练 航路距离乌丘最近点 只有2.8海里 另一批和东影 也只相距了3.1海里 直接用军事手段 比如说针对乌丘 东影有一些军事上的演习 那个可能会有 那个目的跟手段 不一致的问题 中国在对台的这个施压上面 它已经越来越娴熟 让不同的部门 军事的警察的 就是海警的部分 能够更协同去发动 对台的这些作为 中国大陆海警巡航的金门模式 看似已经遍地开花 金门周围海域 光是5月就发生了 5次海警 海间 海事船 越界执法巡查 看不见的背后意图 比直来直往的武力恫吓 更难防范 在舆论心理法律 对台新三战的架构之下 官媒文宣推波助澜 央视旗下新媒体预冤谈天 以中国大陆海警 3月15号和5月3号两次行动 宣称巡查 已经对金门周遭的水域 达成有效覆盖 不论是民用船只 或是国军的军用运捕船 未来都将纳入执法范围 客人会认为对于海上的运捕 并不会有直接的威胁 但是它会去造成的是一种 对于我们的心理上面的一个程度 的一个反应的威胁 他会认为是因为我们本岛台湾人民 所做出的选择 反而会造成金门地区民众的不安全感 这一点是有可能中央会对于 他们要进行一顿战 可能会强化的一个目标 基本上就是两手策略 软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各部门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其实有时一些部门 可能会释出一些会台政策 但是其他的部门 可能就要去做好 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 学者所指的各司其职 是负责执法的海警 海洋资源调查维护海间 管辖捞捕的余政单位 和维护海上交通的海巡 在党的指挥下 可分工 可协作 都是典型灰色地带冲突 可运用资源 根据中国大陆在1996年 所划的领海基线 金门其实是在领海基线 跟大陆 中国大陆陆地之间 它是属于中国大陆法律中的内税 所以依照中国大陆的法律 它对金门其实不但是有管辖权 甚至还有主权跟主权权利 所以所有跟海上相关的行政执法单位 在金门周边 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都有角色 我觉得他们就是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把我们在这些外岛的境界水域 就他以往的这种执法管辖的空白 一并推翻 更要观察的是 他是不是在演练武力犯台作战的 一个辅助性的作战 也就是对我们外离岛的风控作为 原水难就近火 无法改变的地理现实 5月23号演习 中共匡列的操演范围成了最佳印证 而类军事行动仍然是政治的延伸 那灰色地带威胁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除了在累积法律战的这个 对它有利的事实之外 在实际上它也是在测试我方的反应 那甚至说 它或许也不会排除 甚至乐见说 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局部性的这种冲突 这个中国在南海的作为来看 我们的确可以预期 就是中国海警船 在我们周遭海域的这个活动 它其实有的确有升高的可能 看中国的政治上的判断 或者是需要 因为中国之所以需要做这件事情 是要改变台海的现状 我国如何坚守底线 同时避免擦枪走火 政军新局才开始 考验却已经接踵而至 TVBS新闻罗师鹏业府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